用佛教音乐、医药一起和社区居民结善缘 金刚山亚太总会举办药药幸福活动 用佛教、音乐与医药与社区居民结缘 有关于今天的活动药药幸福 最主要就是在跟民众分享 其实在国外的话他们把中药 他们把它当作是所谓的传统医药 那音乐的话也是有一种疗法叫音乐疗法 那在这两个部分的话 他们都是被归类在所谓的 所谓的替代疗法或辅助疗法这样的一个方面 所以在这一个部分我们就想说 也跟传统的中医 其实音乐也是有时候在古代 也是被利用为做治疗缓和心情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把这个医药那跟这个音乐 然后把它合在一起 那也在让民众的时候在吸收这个专家 像比如说我们邀请高雄医学大学 林清清教授来这里做中药的一个 跟癌症的药膳的一个分享 那另外的话也邀请了这个台南艺术大学 前校长李肇修理校长 来做这个所谓的音乐的一个分享 因为特别李校长的话 他是在这个小提琴界 他是一个早期的话 是被誉为音乐天才 他从小的时候就很会拉小提琴 那也参加了很多国际上面的一个表演 所以我们希望说 藉由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跟医药 这样子的一个合起来的一个讲座 然后让民众不只是可以从这个听专业的讲座 也可以欣赏一个音乐会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是从以前到现在是没有做这样的一个结合 所以这个药药幸福的活动希望就是说 从这个音乐 然后来也还有做传统的医药 这样的一个结合 让民众可以很健康的一个 很放松的方式来接受这种健康心知 以悠扬的音乐结合健康讲座 让民众用轻松的方式了解健康心知 十方新闻黄慧如邓正璞高雄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